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伦与先进篇第十节 言冤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也曰,有痛乎,非夫人之为痛,而谁为死 人肉身不动了,没有动的地方了,哪都不能动了,心脏停止跳动,停止呼吸,停止思想,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嘴不说,鼻子不闻 人脱离了肉身,不能再操控肉身了,称之为死 那么,哭,就是指人的眼,流水,悲痛嘛,称之为哭 当然了,通常也伴之于这个悲痛的声音 痛呢,就是极度的悲伤,心定不下来,一直的在,这个脑洞啊,就是指按不下来 哎呦,感觉非常的难受难过,真正的说发自内心的那种悲伤,称之为痛 就是,也是说,痛啊,还有一个就是疼痛的痛嘛 就是痛,痛过度,称之为痛 那么,从前有后随为从,在这里就是跟随的意思 那么,从者呢,就是指跟随孔子学习 向孔子学道,向孔子学这个利人 跟孔子学这个知识啊,等等,那么道理的这些人 称之为从者,就是孔子的朋友 弟子,学生啊,等等吧 那么,就说了啊,说孔子真的是,直度伤心啊 就是真的是伤心啊,还有,就是严远死嘛 那么,孔子就说了啊 有,就是,双手拿,双手把持为有 就是,通常我们有一个战友的意思啊 就是,谁拿着的就是谁战友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描述 就是,谁拿着,谁握着,用手握着,谁就是有 那么,哎,那么 我有悲痛过吗 有那么悲痛吗 有吗 那么孔子在这,就是反问了 那么有吗 为什么呢 他就后面说,非,人,二人相悖为非 就是不一样啊 就是,否定啊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我,两个人不一致 那,从来 演变成就是,不得意思 不,就是用今天的话 我们一般的认为,这是一个语气词 那么用今天话,就是所谓的 哎,两个人嘛 相互对话 那就说嘛 称之所谓的 嗯,就就就这么 说法嘛 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意思 人之为痛 说人 的这种 极度伤心 就不知道 是谁在伤心了 就算 人伤心到这个极度啊 嗯,这个 头啊 对对 感觉不到伤心了 那么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是说人 真正的这个 悲痛 就已经感觉不到 悲痛了 那么 那么 也显示出 孔子是 真的 内心里 极度的这个悲伤 那么 这一节呢 体现了孔子 对这个 阎原死的惋惜 和对阎原的 追思 以及怀念 他已经 就说 嗯 达到了这种 极度的悲伤 都不知道 自己悲伤了 最大的悲伤就是 感觉不到 自己在悲伤 但是 确确实实 就是在悲伤 哎 就是什么个意思 嗯 这说明孔子 对阎原 的 学识 和 为人 这肯定有加 那么 也 再三的 发出感叹 我们的损失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